大家好 我是小V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今天要如何偷三号人的心啊 哈哈哈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三号人呢 他其实是比较喜欢幽默浪漫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本身是一个很有创意 很有多样化的一个人 而且就像个孩子一样天真 浪漫 机灵 对 然后喜欢美的事物 在整个人生过程中 其实他们都是在了解真善美这个道理 对 这是三号人 其实每一个三号人 一生以来很主要的课题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也很有口才 有创意 有热情 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那当然他们比较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 比较没耐性 没有毅力 比较不成熟 容易冲动 任性 情绪化等等 就像个孩子一样 然后想法很多变 善变应该是三号人的 最大的特征吧 就是他们不是像二号人会矛盾 而是说他们是 A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他喜欢A 然后突然时间点过了 然后他喜欢B 就是一直跳来跳去跳来跳去 然后你会觉得 为什么你会这样一直变来变去 其实他就是一直在 边做选择边感受 感受不对再还一个 这样子那种感觉 那有时候他们其实也会看起来有点幼稚 其实我觉得三号人就是有时候是像一个小孩子 但是你要说他心智不成熟吗 其实也不是 有时候只是说 他们比较害怕面对现实 如果这个现实是让他是比较 没办法做自己的 压力很大的 然后是会受到很多谴责的 他们会越来越把自己封闭起来 而且再来就是说 他们很怕会在一个团体里面被当边缘人 对所以三号人原则上都不太边缘 他们都是很懂得社交 但是有时候社交来讲 其实对他来说也是压力很大 因为有时候有些三号宝宝 可能就是在表达能力 其实是没有到非常厉害 所以他们通常会在学生时期 会度过一个这个就是表达 就是突破期 对因为其实你不要以为 三号人天生就很会恭维 不是 是他们必须要在一个团体磨磨磨 然后他才知道说 原来我这样的场合 我要讲这样的话 才能受到大家的肯定跟鼓励 而且大家都是会比较开心的 但是如果他讲的这些话 是会让自己造成尴尬的 他就会谨记在心 可能希望说下次后不要再犯了 因为这种太尬了 尬到我真的是无地之龙啊 我想要马上拜拜 但是三号人还是会 有时候会有点鸵鸟心态 就是所以希望说 大家给三号人可以多一点鼓励 有时候他们讲错话 并不是说他们故意的 而是说他不知道说 原来这个话不适合在这个场合讲 对所以你应该要给三号人一些 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个建议 然后让他知道说 哦原来不能 这样子乱讲话 对所以他们有时候真的是 有时候天真过头哦 也是让人蛮头痛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的幽默感啊 跟那个活力的感觉 其实是很棒 那再来就是说三号人 其实很多也是会去 就是学很多才艺 所以你会觉得三号人 好像会的东西非常多 但是就不精 对就是他们会的东西非常多 除非他本身命盘可能有七或八 就是他们会在 他们喜欢的兴趣里面去发扬光大 要不然一般啊 正常来说 其实他们是什么都想学 什么都想知道 但是如果没有到他真正的兴趣的话 其实他就大概是学了皮毛而已 他不会想要太过神怒 浪费太多的时间 因为他很快又会找到新的玩具啦 耶 对所以就是又会 重去学新的项目这样子 对好 然后那我们适合三号人的是几号呢 是二号人跟八号 A号人是吧 因为相容度A啦 我是以那个我们的那一篇就是 生命凌处谁跟你最树配那一篇 然后的里面内文的参考 就是说 三号人是比较适合跟二号人跟八号人在一起 为什么呢 因为二号人其实在给三号人 他是会觉得说 三号人的分析能力很特别 或者说他就是有时候想要突破 就是想要刺激一下二号人 然后再来就是说 可能做出来的事情也是挺厉害的 所以他们会喜欢就是对自己的事业啊 或是对人生理念然后 比较有历练的那一种 对他们就会有新生崇拜 因为他们也会想要成为那样的人 但往往都不太可能 哈哈哈 就是因为那一种个性哦就是 跟自己其实是差太多了 但是他们又会被吸引 就会被八号人吸引 对啊 就会觉得说 八号人是很多他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所以他们其实对八号人都是 三号人其实也会照顾二号人的八号人 但是他们会就是在一些精神层面上的照顾 或就是 或是说他本身如果也有二啊 或有八的人 其实他们就是 会是一个互相照顾的一个状态 蛮平衡的 对然后做点他们就是 适合一个比较懂得幽默跟浪漫的人 会让他们就是每天都很开心 对 好 那三号人的爱情呢 就是不论二号人是男是女 男方都是很自由的 女方不太管他 其实管也管不住 他想干嘛就是想干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与另外一半之中 某人的外物比较多 如果多半是男生啦 常在外面奔波 那也有可能会因为工作 而要赴远方 就是会变比较容易 变远距离恋情 然后再第三个就是说 与另一半的家世背景不同 所学专场也不同 工作上做也不同 两个人是很不一样的人了 对然后再来 第四个就是说 不论三号人是男生或女生 然后女方都会很难干 像是男方的小秘书 常得帮忙打点男方的事情 好 第五个就是说 与另外一半之中 某人爱管别人的闲事 自己的事情已经忙不过来了 然后藏着另外一半嘀嘀咕咕 这样子 然后第六个的话是本人很机灵 就是二号人本人机灵反应快的话 表达能力又很好 对于新鲜事物都充满的好奇 什么都想碰一碰 那第七个的话不论二号人是男生或女生 女方私下牢骚比较多 那会常找朋友吐苦水的状况 那最后一个第八个就是 与另外一半当中某人脾气比较大 常常骂小孩 那另外一个人就会还好 然后比较会唠叨家人数落家人的多半都是女方 对这以上讲述的情况是三号人比较容易遇到的爱情的情形 三号人 那再来就是说什么样的爱情是适合三号人的 那就是自信的爱 对自信心有充满自信的爱 那三号的人呢是比较独立乐观的 爱情到了就会很自信的抓住 善于制造轻松的气氛和罗慢的情调 开朗健谈的三号人常会用灰血的方式来化解 爱情中的各种矛盾与尴尬的局面 有三号相伴你就不会寂寞 也不会让胡乱猜疑捕风捉影的疲惫他的神经 那这样的三号人谁会不爱呢 对不对 假如说恋爱是有其徒刑 婚姻是无其徒刑 那他情愿被你众生监禁 绝不申请保释啊 这个好像 这可以学起来 我觉得这个写的不错 那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怎么追求三号人呢 追求三号人的偷心攻略 如果你今天喜欢的是一个三号的男生 他们会喜欢比较具有文学气息 才貌双全的女性 我告诉你三号人是外贸协会 应该是说他们的外贸协会是 他们喜欢有特色的 不喜欢那种就是都网红脸的 但他们在外贸协会同时 就是同时他们也会很讲究内心 就是内涵 然后个性 然后个性上的话是需要温柔体贴的女生 会照顾另外一半 而且还能一起谈心聊天 最重要是双方能够心灵契合 对 所以呢 如果你要让三号男生就是 比较喜欢你的话 其实最重要你要跟他有 比较多共同的话题 他丢给你的球你都接得了 那我告诉你 你要他对你没有好感 是很难的事情 对 可是如果你跟三号人是 讲话就是非常不投机 对 然后 有时候他讲给你说 欸 我不知道欸 对 然后再来三号人就是 其实他们是 本身蛮多小聪明的 所以他们是希望 另外一半的女生也是 知识量很高的 对 还有就是你不叫不懂的时候 东西就是不要去跟三号人讲 因为三号人如果他之后拆穿说 欸 你讲的东西是错的 他就会对你的印象会大打折扣喔 真的 所以呢 如果你要面对三号男生的话 请就是你要讲你把握的事情 然后再来就是说 尽可能围绕着跟他有相关的话题 对 你也可以为了他去做一点功课 就是让你们彼此能更有共同的话题 更有交流这样子 那三号的女生他们喜欢外表比较英俊 体型修长带有绅士风范的男性 既致幽默加上热情有活力 是不可或缺的特质喔 而且还要多才多艺 再加上有一定地位的成熟男性 通常都是优先考虑的对象 有没有觉得三号女生就有点像小公主一样 他们总是希望另外一半就是王子啊 对 就是最好是一个王子这样子 对 他们会比较开心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说还要能够能闻能动 能幽默能成熟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觉得三号女生 他们喜欢男生的条件真的都蛮高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要追三号的女生 麻烦你自己先多评估一下自己的条件 是不是很OK很不错 那如果你真的OK你就要努力的在三号人展现你的自信 好不好 展现你的自信 因为三号女生如果他对于不喜欢的男生 其实还蛮快就say no 就是他不会跟你多暧昧啦 所以你也不用男性 如果他真的愿意跟你暧昧 表示说他还是心里有对你有一些感觉的 对 但是真的不能太 我觉得对三号人 你有时候要知道就是要直接一点 你才能比较快速知道他对你的想法 对 可是有时候三号人就是有时候他当下没感觉 他其实过一段时间他想了想 就说欸 其实我觉得他对我挺好的 嗯 那我是不是应该 应该不能那么快拒绝他才对啊 可是为什么那时候拒绝了 他们其实后面会后悔喔 对啊 就是可能他后面才知道说 哇 你对他是这么好 所以你应该要让他知道说你之前大概就是用 可能用别人来跟他讲 或者说用一些方法让他知道说 那些事情是你特别为他做的 或者说你有为了他牺牲一些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只是希望说他可以就是变得更好 或者说让他开心这样子 对 然后要是那种不是很幼稚的行为 你懂吗 比如说我之前遇到一个朋友 就是他喜欢三号的女生 可是他每次跟他出去其实他都是用他自己的架 其实他已经没有特休了 然后觉得他是用自己请假 而且他是用病假的方式 然后其实然后偷偷陪三号女生出去 后来呢就是被三号女生知道 因为有朋友跟他讲 对 他们有共同朋友 然后三号女生知道就很生气 因为他就觉得说 你为什么你没有嫁你就不要特别为了我请假啊 虽然我很高兴你陪我出去玩什么 可是我以为那个是你在正常休假的范围 所以其实三号的女生真的很善良 应该不管男生或女生 他都很善良 他们不希望你做出伤害你自己的事情 也不希望你为了他然后去牺牲自己 影响到自己的利益 对 因为他们也不会为了你这样做 所以你应该要自己不要太over 好吗 懂吗 对 不要为了很想要去把揍他 或是想要跟他在一起 就做出太多的牺牲 这样反而会让三号宝宝会想打退堂鼓 因为他会觉得说 你好像不够成熟 你都不会为自己着想 对 然后来做出这样的决定 好 那再来呢 我们要怎么追求A 追求 我怎么这样讲追求A 追求三号人的A计划 就是三号人喜欢新鲜事物嘛 他善于流行 吸收一些流行资讯多才多艺 人际关系也非常的不错 如果你没有博学才华 然后可以让三号人觉得佩服的地方 你就会很难跟对方搭上 那更不用说三号人会欣赏你啦 所以他们真的是比较喜欢博学多文 还有才华洋溢的人 最好是他们对你问什么都是有问必答 哇 他们会把你当百科全书看 对 他们会觉得你超厉害 就觉得你是 哇 你是宝藏男孩吗 哇哦 你是宝藏女孩吗 值得我去一一的挖掘 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 好 那再来就是追求三号人的B计划 三号人喜欢看得很活泼 然后聪明反应快 做事有效率 机智幽默又有风趣的人 而且最怕碰到反应迟钝啊 做事呆反脱脱啦啦 表达力很差 然后又保守害羞 又爱耍酷的人 三号人真的不欣赏 就是死板又无趣的人 尤其是特别高傲的冰山美人 或者是很自负的那种酷哥 都是拒绝往来 我就觉得说 何必勒 对我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热脸去贴别人的冷屁股啊 你不想跟我交就算了 就算了 你继续当你的高人吧 然后呢 那再来就是追求三号人的C计划 就是三人素有花蝴蝶或社交高手的称号 在爱情情场中 也是一个很经验丰富的老兵老司机啊 但是其实对方却希望能够有一个忠心不恶的对象 更不容易许 对方 更不容允许 对方欺骗或背叛 所以呢 你要表现出对于爱情的忠贞 才能让对方真正的爱上你哦 对 再来呢 追求三号人的定义计划 你必须要经常吸收最新资讯 然后走在潮流的前端 而且要常常改变自己的造型 实时注意自己的装扮 是否够潮 够时髦 够性感 千万不要让三号人觉得你非常的熟气 而且很柔 否则对方很快就会对你失去兴趣的呦 对啊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你要打扮得多夸张 就是说 嗯 你总是要知道现在的局势是什么 你不要那个输一个三本头 或者说 又是输油头 然后就想要去跟三号人约会 你真的知道你自己适合怎样的发型 怎样的装扮吗 会让三号人有点难以启齿 然后但是 他又会冻不掉 对 所以他往往可能就会找一些借口 说 我其实还有事耶 我等一下有跟我姐妹有约 那我们再约咯 拜拜 这样子 他就会找很多借口就离开了 这样 其实他可能心里就是觉得说 我不想跟这么怂的人出去了 好 那要怎么送礼呢 对 要送什么礼物让三号宝宝才会很喜欢呢 对就是 特色名产 还有兴起好玩的特色产品 具有设计感的饰品 就是比较有点 独一无二比较特别一点的 还有运动的配件啊 精品的服饰 其实我发现三号宝宝都蛮喜欢服饰 就是饰品类啦 银饰类的 对他们会觉得那个比较有时尚感好搭 然后一些单品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多注意你喜欢的三号人 他有没有喜欢穿的单品或运动的品牌 那你就可以买相关的配件 我觉得他都会很喜欢的哟 那再来就是说要怎么去计划你跟三号人的约会地点呢 当然就是逛街吃饭唱歌上网咖 他怕 现在没有怕 没有夜店啊像主题乐园 哦主题乐园也是三号人就是蛮喜欢 你不要以为他外表看起来很成熟 但他内心是有个很大只的小孩 所以呢三号人其实他不管从年轻活到老 他都像都有个小孩的灵魂在体内 然后还有运动打球啊最重要的出国旅游 我告诉你通常你就三号人出国旅游 他们都会答应 因为他们真的很喜欢出国旅游 因为国外有太多太多新奇的东西了 他们会非常非常的想要去了解 对 那你知道怎么预防就是情敌的出现呢 因为三号人喜欢新鲜刺激多才多姿的生活 所以你必须保有对于时尚的敏感度 并且懂得生活情趣 有时候可以一起约出去旅游探险 然后并多找一些机会跟他一起外出交友 此外呢三号的交友状况 行程安排是你比较需要注意的 如果是因为工作应酬需要到特殊场所 那最好能跟对方一同前往 免得三号人处处留情种啊 对 然后如果三号人对你失去了新鲜感 或是说他觉得他跟你之间越来越没有话题 也没有共同的活动的时候 就要注意是否令结新欢的可能 就是三号人有可能这时候就已经早就劈腿给你看 就是已经偷偷劈了 然后你也不知道这样子 所以你要保持三号人对你的 就是好奇心新鲜感 然后还有对你的那种就是认同感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那再来就是说 三号人他会单身的原因 通常就只是一个原因 就是感觉不对而已啦 因为三号人其实蛮容易心动 但又很容易感觉不对 他很容易上一秒 不要用秒好了 上一个月对你很心动 这一个月就对你还好 因为有可能是又有更让他更心动的人出现了 然后呢就会宣告放弃 就是他会觉得就直接放弃这段感情 因为三号人的投入是非常快速 但幻想也很容易破灭 有可能他对你有一个很 女神或是很有男神的一个幻想 可是交往之后才发现你不是这样 你很邋遢或是说你很不修蝙蝠 或是说你生活有些习惯他是动没掉 不能接受的 那他就会毅然决然的分手了 对懂吗 所以呢你如果 你就跟三号人在一起 真的要很知道他的 呃就是他的想法跟他的喜好是什么 对然后在不管在外在跟内在都是需要你去多多关注的 对所以我觉得喜欢三号人的话 你自己也会做这些事情就不会觉得很累 但是如果你要因为三号人 你要改变至少百分之60%以上的自己 我觉得啦 我会建议喔 你还是另外找一个会比较好 因为 因为我觉得说你今天为一个人改变这么多 如果那个改变是可以让你真的变得很好 那我觉得无所谓 OK 而且你自己也是很开心的 如果你是那种改变是会让你觉得很痛苦 很难过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嗯 就不要勉强 因为你很难保证说三号人会不会在你改变之后还是喜欢你 或者说你改变之后他会不会喜欢上你 这都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不要忘记三号人他是一个很变动能量很大的一个数字 所以相较来讲他就是星座里面的变动星座 所以他的不变就是一直都在变 懂吗 OK 好OK 那如果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 请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订阅 然后还有要开启小铃铛 对然后可以告诉我说 你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内容 有没有跟你的想法 或是跟你的对象是有对应到的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如果这个偷心功率对你有帮助 有成功的话也一定要跟我分享 如果你不方便下面留言公开的话 你可以偷偷私信我粉专 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 加油啦 祝大家偷心顺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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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